近期天,近千名纽约香港人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集会声援香港的抗议活动 集会组织者纽约支持香港团体创办人杨锦霞说 全球有60几个城市、20多个国家同步举行70多项活动支持香港的抗议 在耶鲁大学深造的香港学生领袖罗冠聪说 过去四个月虽艰难,但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作为一个香港人这么骄傲自豪 他说生活在海外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他表达了永不放弃的决心 今天全球那么多地区那么多国家走出来支持香港 支持我们的价值,支持我们的诉求 而这些在未来可能是很漫长路途中其中一个支点 但它象征着运动多个月以来我们没有放弃 我们的志气依然高傲 我们要为香港和我们的同伴继续努力,永不放弃 最近在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为香港作证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靖长发言说 香港人在全世界反专制独裁的最前线 全世界与香港并肩前行 他告诉大家,独裁专制政权的寿命是有限的 那个寿终正寝的日子正越来越近 你看看所有之前的那些专制独裁政权 活了69年、70年、71年、72年 他们已经开始崩溃 他们内里已开始腐烂 因为他们不可持续 因此我们在新的道路上 而他们在一条末日之路上 不少纽约的中国大陆人士也加入了声援的行变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发言指出 只有在中国实现政权轮替 香港的民主自由才有希望 所以我希望香港人民、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 应该联合起来为自由而奋斗 为民主而奋斗 为政权的轮替而奋斗 为推翻中共而奋斗 这才是香港的未来 我和其他天安门幸存者发誓 我们将永远跟香港站在一起 近千名纽约的香港人参加了今天的集会 在纽约读学位的克罗伊员 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他担心香港的家人会受影响 但仍要上台发言 那时我就觉得香港的前线的朋友 他们一直都在那边努力 所以我就没办法说要退缩或者是要躲起来 所以今天你看我上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戴口罩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我们不是暴徒 而是我们真的为我们自己爱的城市和我们的家人努力 居住在纽约皇后区来美三十多年 现年七十多岁的梁老婆说 她是来支持香港 好多事情看不过去 警察乱打人毫无法计 这个世界不能容忍 文明的世界不能乱打人 我抗议铲除共产党 与会者中也包括其他族裔的美国人 因为不愿透露姓名和身份 戴防毒面具与会的人士告诉美国之音 他来与会的目的 我在这里支持香港 支持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民 他们被只顾自己不顾人民的政府所统治 他们被迫害 与会者在数度高唱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后 结束了历时一小时的集会 下午两点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正对面 数十名中国民主党党员举行七十国商反共送中集会 与会者在集会现场将一面中共党旗放在地上泼墨 象征为中共送中的白花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遗像 在哀乐声中出现在集会上 所以我们想在七十年之后呢 向世界传递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念 共产党的统治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你可以看看今天他们在新疆 香港 还有对台湾 在西藏等等 还有在中国内地一系列的一种政策 在他们庆祝所谓七十年的建国的日子 大庆日子中间 把整个的人民都当作敌人加以防范 你就知道这不说明他们强大 实际上说明他们内心的恐惧 而这种恐惧表明这个政权已经离终结不远了 银云雕塞家陈维明带队从美西赶来与会 他说中共国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国商日 七十年来以来呢 他们三番五番 反右 六零年又三年 所谓的自然战是他们的人祸 饿死了数千万的中国人 那么右派又把中国的精英 中国的脊梁 中国的知识精英 打成右派 驱逐到农村去 所以我们这一代 一代一代的 一直到了文革 到了六四 整个中国陷入了一片的黑暗和血腥 所以我们今天到这边来是要控诉 中国七十年来的暴政 中国七十年来的血腥的屠杀 美国之音方兵九岛 纽约报 我们过来吧 都可怜了 questioned 太多了 前面 外岐 不乔 独魔 最优称 我们 就 关 都